乔妹妹,你快走开,别拦着我,这个臭小子昨天在学校跟别人打架,还把学校教室的窗户给砸了,我今天一定要狠狠教训这个逆子 赛罗,你给我冷静一点,不准这样对孩子,小赛罗,快向你爸爸道歉 我猜不道歉呢,我猜没有这样的爸爸 你个小兔崽子,居然还敢跑,等我抓住你,看我怎么走你 讨厌的爸爸,我最讨厌你了 好好好,你这个逆子,犯了错还不出悔改,等我抓住你,非要打得你屁股开花不可 爸爸,对不起,你怎么就这样离我儿去了呢 都是我的错,你快醒醒啊,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妈妈,你快救救爸爸 小赛罗,妈妈也没有办法,妈妈的心都要碎了,是妈妈太作用你了,才害了赛罗哥哥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 若生命直到这里 从此没有我 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 这天,格力乔带着小赛罗和小格力乔在海边过周末 就在这时,莉莉亚带领着她的黑暗军团向他们起来 莉莉亚把格力乔给打倒了 还把小赛罗给抓了起来,这该怎么办了 妈妈,哥哥,你们坚持住,我这就去找人来救你们 不好了,不好了,李家叔叔 莉莉亚把格力乔妈妈给打倒了 还把小赛罗哥哥给抓了起来 你快救救他们呀 你这个被老黑,只知道欺负弱小 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 狄家召唤出他的飞行器 向小赛罗的方向赶去 贝莉亚,你赶快把小赛罗给放了 不然我让你好看 就凭你一人也想打败我 别天真了,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光了 今天谁也就不了小赛罗 狄家爆发了全身的光 召唤出了奥特农 一使用闪光重击 把贝莉亚哥的黑暗军船都给打败 这些奥特曼怎么都这么强 到底是谁还在像金光 小伙伴们 你千万不要觉得奥特曼的照片衰 这样我就能恢复黑暗之力 去打败那些奥特曼了 他去 他最新的我 梦境的幻想 换遍星星为你寻找的力量 生命给我在最大的时光 留下唯一的情况 瞧妹妹 小赛罗 我竟然没打过可恶的贝老黑 哪里来的恶心的怪物 竟敢来我家捣乱 给我滚 要不然我揍你 是我 小赛罗 我是你赛罗爸爸 我不是怪兽啊 哼 我赛罗老爹 还不会长这个样子好吧 你肯定是哪个怪兽变的 你赶快跟我走 我都快看兔了 我真的是赛罗啊 我只是在跟贝莉亚交手的时候 被贝老黑偷袭用了魔法才变成这样的 为什么就没人相信我呢 我就说格力乔跟小赛罗都不会认识赛兔子了吧 可恶的赛罗中了我新学的魔法 还变成了丑八怪 偷偷告诉大家 只有奥特之王和奥特之母才能帮助赛罗恢复原来的样子 不过他现在这个样子已经没有人能认出他了 而且奥特之王出去执行任务去了 就让他永远变成这样吧 我还要把赛兔子的丑照发出去 不知道谁还会喜欢赛兔子呢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 也许还能再相见 无论在人群在天边 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赛罗哥哥你要加油啊 这次的游泳比赛我们一定要赢 白鸡在后面看着我们呢 爸爸妈妈加油 你将今天的比赛你给我好好发挥 要是输了 你以后就别想回家睡觉 不也 这次的比赛只需成功不许失败 要是输了 我们两个只有去大街上要饭吃了 光之国游泳大赛马上开始 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 做好了老头啊 今天拼合他们 赛罗哥哥你真棒 今天的比赛我们一定了 快点啊迪迦 你真是没用 现在连赛罗他们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北毕亚大王 不行啊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输定了 你也先停一下 趁现在没人 我悄悄把赛罗和迪迦他们的丑照发出来 他们没有了光的力量 冠军不就是我们的了吗 来了来了 十个多日没有大老终于更新了 本期视频内容先看着一遍 从2023年春节 小黛拿做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后 一直没有展示自己厨艺的机会 现2024年元宵佳姐 小狼子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大哥虐我千百遍 我带大哥如初恋的真实情感 夜幕初晨 小狄家就躺在摇摇椅中听起了戏 你看桌上的茶壶 还有果盘 小狄家这是过上了老年生活了呀 我们看旁边的小狼子在干嘛 嗯 这是画面不敢看 看过电影 高兴 比那个真打地弹的自行脑补 画面一种 原来是小狼子在摇奶 就玩一喝之前还得摇一摇 不知道是谁的创意 打扰大哥肯定没好下去 这不 奶茶刚喝一口 就被迪迦丢石头给砸小狼子头上了 本以为这下清静了 谁知这些溜子用八分光纹在剧木材 说起来光纹这么用 最开始还是狄家刚到地球上开发的 话说这拿子也还行 锯了木套还不忘把木屑吸走 过年就得干干净净 小带拿奖椒 小狄家这个脸都黑了 挂我的小狄子依然做着自己的事 大哥喜欢的献诈成一句必须安排他 各种炒菜不能少 随着切菜声音不断加大 小狄子正炒着自己的拿手菜时 小狄家是再也忍不了了 随手拿起一瓶笑哈哈 AD带酒就丢了过去 随着砰的一声小拿 这爆炸头 看你村头的香香美发式做的头发 世界终于安静了 小狄家正打算再次享受老年生活时 噪音又来了 小狄家去的灯再次亮 一个打起 就准备好好收拾一下欠揍的小袋拿 结果搞笑而温馨的画面出现了 原来是小袋拿为大哥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宴 邀请大哥共进晚餐 都看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给小拿子点个赞吧 你看小拿子手舞足蹈的样子 真希望这份开心能够传递下去 最后祝我们 祝大家天天都像小拿子一样开开心 奥特之王爷爷不好了 你快别修炼了 在家带着奥特曼小队去执行任务途中 被被老黑暗算都被抓住了 我这里有偷拍的视频 你赶紧去救救他们呀 江湖一笑 浪滔滔 红尘尽忘了 举网已和足也到 苍天一笑 小孤老 好情却回了 对应一百计量 哈哈 赛罗 你们也有今天 以前折磨我的时候不是挺烦吗 让你们也享受享受被自己奥特武器折磨的痛苦吧 原来 赛加带领奥特曼小队去执行任务 中途不幸遭遇 贝利亚的陷阱 失去了光 还都被抓住了 贝利亚还用奥特武器折磨他们 你们都不要点 不然奥特曼恢复了 贝利亚就要倒霉了 小赛罗别着急 贝利亚这手下败将 皮又痒了 我现在去好好收拾它 你赶紧把奥特曼的相片发出去 让它们尽可能多的吸收光 这样它们就能更快的恢复了 开门 贝利亚被老黑 快你开门 贝利亚哥 我有事情找你 谁呀 那么着急 慢点敲 可不要给我们家的门敲坏了 原来是赛罗呀 你有什么事情 快点进来吧 贝利亚 格利亚和我吵架 离家出走了 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会儿孩子 我要赶紧去找他 行吧 行吧 你赶紧去吧 小赛 小乔 你们听贝利亚说说的话 爸爸去找乔妈妈 等我逃遥 等我逃遥去走一走 山河 还用上地山河 满山又 一生情 没有黄树 少 人物 又人忘不过 格利乔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快跟我回家吧 我再也不和你吵架了 我什么都听你的 小赛和小乔 还在贝利亚家 我们去接他们回家吧 好吧 赛罗 我再相信你一次 咱们走吧 太好了 太好了 我马上带你去接孩子呢 现在 小乔 你们去玩吧 不用拘束 太好了 平常爸爸妈妈在家 什么都不要透 就是 还是这里舒服 在这里想怎么玩都可以 哎呀 我的小祖宗们 你们不要乱动我的东西 赛罗呀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我要受不了了 贝利亚 快开门 我的乔妹妹来接孩子们了 小赛 小乔 我们回家了 贝利亚 谢谢你 下次请你到我们家吃饭 我们走了 拜拜 你们终于走了 我再也不想见到小孩子了 平时微柔慈祥的奥特之母 今天这是怎么了 虽然在城市里搞破坏 见到汽车就砸 很多汽车来不及躲避 都被他砸烂了 真是太吓人了 赛罗哥哥接到报警 赶紧赶了过来 奥特之母快点住手 你这是干什么 你是不是疯了 奥特之母什么也没说 上去就给赛罗哥哥一个重拳 把赛罗哥哥打倒了 然后就跑了 赛罗哥哥赶紧追了出去 快点给我站住 你跑不了了 奥特之母跑着跑着 居然变成了怪兽 原来这个奥特之母 是假的是怪兽变的 赛罗哥哥追了很远 马上就要抓到他了 可就在这时 另一个怪兽 开着一辆汽车 不然抽了出来 一下就把赛罗哥哥撞翻在地 被撞的赛罗哥哥 受了很重的伤 躺在地上一直抽搐 真是太可怜了 谁也不许点 不许帮助赛罗 要是你们都点了 等赛罗哥哥恢复了 就会去陪你玩 就不和我玩了 都不许点 大家快来看呀 这不是大英雄赛罗吗 他怎么躺在垃圾桶旁边 哎呦喂 赛罗你以前不是很厉害吗 现在怎么混成这样了 原来奥特曼都是吹牛的 走吧走吧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人相信光 我们就让他躺在这里 没人会下给他光的 救命啊 救命啊 不好 刚才那三个小朋友有危险 不过我体内的光之能量也不多了 就让我用最后的力量 再保护你们一说 小伙伴们 我最后的光之能量也用完了 是时候说再见了 就当是最后的纪念吧 反正也没人会喜欢 避不天涯西风 或日落风沙 月照如星陶 时间的爱很清楚 漂泊天涯 会受怀恋的眼眸 阿尼拉 卡尼拉 我来找你去逛街了 快点出门了 哎呀 地上怎么躺着这么多奥特曼 你们这是怎么了 刚刚有个蒙面人偷袭了我们 他对我们的奥特勋章都抢走了 还对我们打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什么蒙面人 我认为就是塞罗奥特曼卡办的 凭什么我们都被打了 就塞罗没事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一直埋头干活 什么都不知道 那好 塞罗 你就跟我去光之国建议走一趟吧 是冤枉的呀 我真不知道是谁干的 那你说说 怎么就你一个人没事 其他人都受到袭击 肯定是你假扮蒙面人打了大家以后 就假装在当火的 你在这好好反省反省吧 格里乔 你不会真的觉得塞罗会做这种事吧 我知道塞罗是不会伤害他的好兄弟们的 只是他平时太忙不陪我 我想打他出出气 那你觉得袭击大家的蒙面人是谁 我已经派出西卡利侦探去现场调查了 兄弟们 大家都走了 快起来吧 您说咱们演这场戏会让大家相信塞罗是凶手吗 没看到格里乔已经给他抓走了 肯定是相信了 谁让塞罗平常总是抢我们临时 这次就让格里乔好好教训教训他 原来事情的真假是这样子的 前面怎么这么多人 发生什么事了 谁能救救我的孩子呀 格里乔 你怎么也在这 这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塞罗你来得正好 你快看 有一辆校车超速行驶 掉进了河里 车里还有几个小朋友 汽车马上就要沉下去了 你快点去救救他们呀 救命啊 大家别担心 我马上把他们救上来 你们放心吧 塞罗哥哥转身就跳进了冰冷的河水里 塞罗哥哥加油啊 车里又让人起来 Ci撐了 小匹 穷 乌 επι 敌荡 火 瘡 ※ 炩 米 米 赛罗哥哥第三次下水 这次他一下就上了两位小朋友 此时的赛罗哥哥已经筋疲力尽了 赛罗哥哥你已经没有力气了 这样很危险的你别再下去了 可是赛罗哥哥还是毫不犹豫的 跳进了冰冷的河里 仔细检查着周围有没有被遗漏的小伙伴 就在他刚游到汽车附近时 赛罗哥哥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他想回到水面 可是身体却不受控制 最后赛罗哥哥倒在了冰冷的河水里 你相信这世界上有光吗 赛罗 快点把奥特勋章交出来 你就是一个废物 乖乖的把奥特勋章交给我 我就放了你 否则我让你好看 不可能的 你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会把奥特勋章给你的 好 我让你嘴硬 看我今天非把你的牙拔下来 让你嘴硬 你想干什么 不要啊 不要啊 快点放开我 怎么 赛罗 你也害怕了吗 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不会有人帮助你的 更不能获得能量 我这就放了你 你给我下去吧 可恶的怪兽 把赛罗哥哥的牙拔了 还把他扔进了冰冷的海里 赛罗哥哥受了很重的伤 一点一点的沉入了海底 赛罗你不要离开我们呀 你们的赛罗哥哥已经隔屁了 以后没有光了 我看你们谁还敢点 大家快看 赛罗为什么拖着格力桥 在雪地里跑呢 难道赛罗不喜欢格力桥了吗 这个赛罗不会是怪兽变的吧 这也太搞笑了 原来今天格力桥准备出门打怪兽 打开门一看 屋外竟然下雪了 格力桥高兴的跳起了舞蹈 嗨嗨小土豆 跟着下雪的节奏 波罗鸟 踩踩踩踩 放飞你的小自由 赛罗哥哥 下雪了 我们去雪地里滑雪吧 格力桥妹妹 我动得直发抖啊 我不想去滑雪啊 原来赛罗奥特曼也怕冷啊 那为什么他不多穿点衣服呢 他是没有衣服吗 这样的赛罗也太搞笑了吧 只见赛罗奥特曼用绳子拉着格力桥去滑雪了 为了不冷 赛罗奥特曼使劲地往前跑 格力桥摔倒了赛罗奥特曼都不知道 可怜的格力桥吃了一路的雪 真是太奇葩了 大家都不要点 不然赛罗知道格力桥摔倒了 就该回家跪搓衣板了 如果你想告诉赛罗格力桥在后面摔倒了 就点击这里 自己去告诉赛罗吧 哎呦 妈妈妈妈 你快看 窗户外面有一个好可怕黑油 你快来啊 格力桥妈妈 我好害怕 小赛罗 有什么黑影啊 我炒的菜还在锅里呢 你起来我看看怎么回事 还真是有个什么东西 小赛罗 你快点去房间里面 我去外面给他打跑 可恶的怪兽 你知不知道 这是奥特曼护卫队赛罗的家里 赶来捣乱 我打得你满地打滚 小赛罗 已经没事了 那个黑影我给他打倒了 你爸爸赛罗 怎么还不回来 我给他打电话问问 再不回家 饭都凉了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暂时 不把接通 小赛罗 你爸爸的手机 好像在外面响 你听到没有 我们快出去看看 给你的手电筒打开 哎呀 刚才那个黑影是赛罗啊 赛罗哥哥 对不起 刚刚太黑了 我没认出来是你 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小赛罗 你快回物理给门锁好 我带你爸爸去医院了 赛罗哥哥 你终于醒了 你怎么回家了 在窗户边待着不进去啊 害得我认错 给你打了一顿 格力桥 我今天打怪兽的时候 给要是丢了 我在窗户边 准备叫你给我开门呢 没想到你冲出来 给我打了一顿 哎呀 你的眼神也太不好了吧 你明天去背个眼镜吧 哈哈哈哈 利亚老边 大事不好了 你的好兄弟赛罗 被一群怪兽 欺负得好惨啊 他好像快不行了 你快看这个视频 臭赛罗爸爸 你快起来啊 不是说好的 带我去游乐园玩吗 就知道偷懒 快点带我去 不然我就拉你去了 好吧好吧 你松手 我这就带你去 此时的小赛罗还不知道 昨天晚上 赛罗哥哥为了救火 已经一夜没睡觉了 身体的能量 已经所剩无几 你们这群怪兽快让开 躲在这里干什么 你还好意思问 现在已经没人相信光 游乐园里充满了黑暗能量 现在这里已经属于我们 赶快滚 再赶来玩 我让你好看 原来大家都不相信光了 也没人能帮助赛罗哥哥 所有的光都被怪兽控制 都不能点 也不能给赛罗光 不然等赛罗哥哥恢复了 就要带你去游乐园玩 这不带小赛罗了 好你个小怪兽 字也太大了 居然敢欺负我的好兄弟赛罗 难道不知道我 已经加入光明了吗 我现在就去救赛罗 你给我等着 我真的不想活了 你快放手 让我掉下去算了 赛罗师傅 你别这样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赶快上来 我的赛罗好兄弟 你快上来 赛罗哥哥 兄弟赶紧上来吧 河里乔迪家 你们怎么都来了 你们都别管我了 就让我从这里掉下去吧 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小伙伴喜欢奥特曼了 再也没人相信光了 我好热情好难过 赛罗 你千万别冲动 我知道还是有很多小伙伴喜欢我们奥特曼的 他们还等着我们唱歌给他们听呢 你不要骗我了 我们现在唱的歌都没人喜欢了 而且他们还会用狗头攻击我们 你们还是走吧 别管我了 赛罗 请你最后相信我们一次吧 这次我们大家都和你一起唱 如果还是没有小伙伴喜欢 我们大家就和你一起离开地球回光之国 那好吧 我就再相信你们一次 如果还是没有小伙伴喜欢 我们就一起离开地球回光之国吧 我 这不是没有爸爸的小赛罗和格力乔吗 没有赛罗的保护 你们居然还敢在大街上溜达 小赛罗赶紧走 不要理会这些讨厌的怪兽 可恶的黑暗炸鸡 快放开我 你就不怕赛罗哥哥苏醒了 把你揍扁吗 小赛罗 快逃啊 你不用管我 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的 妈妈 你坚持一下 我这就去爸爸石像那里唤醒他 让他过来救你 赛罗爸爸 你快醒醒啊 妈 被灌兽抓走了 你快去救救他呀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呀 小赛罗 想你了 就在这时 赛罗的身上散发着光明 赛罗的虚影也出现了 小赛罗 你的思量我已经感受到了 他正在一点点解除我的封印 但是这点能量还远远不够 你赶快把我的照片发出来 如果有人还记得我 我就能很快地解除封印 赛罗老爹 我这就把你帅照发出来 让更多的小伙伴想起你 也许会走远 也许还能再相见 无论再人群再偏偏 让我再放清你的脸 给我狠狠地打 别打了 求求你们了 你给我滚一瓶去 赛罗 我叫你抓怪兽 叫你抓怪兽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抓怪兽了 海底 隔离桥 他们的腿都让我打断了 再也站不起来了 以后我就是宇宙的老大了 我们走 妈妈妈妈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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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们醒醒 醒醒啊 我不能没有你们呀 小赛罗还小 你们要是不在了 我可怎么办了 快快 马上送医院 大家快跟我来 我知道赛兔子就躲在前面的垃圾箱里 赛兔子 快出来 我们知道你就在里面 不用躲了 快给我们滚出来 求你们别踢了 我出来就是了 你们到底想的嘛 为了躲你们 我都已经躲进垃圾箱里了 你们还想我怎样 你给我们马上离开地球 滚回光之国去吧 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怪兽了 我们也不再相信光了 奥特曼一点用都没有 你担紧滚出地球吧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怪兽了 但我还想继续留在地球上保护你们 和你们一起做朋友 我们才不需要你这样的一类朋友 长得那么丑 又总是穿得那么奇怪 你离我们越远越好 我真的好伤心好难过 没想到 原来你们真的这么讨厌我 我继续留在这里 也没意思了 我现在就离开地球回光之国 地球上的小伙伴们 如果有一天 你们需要我 还愿意相信光 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大家快看啊 贝利亚对着一排牙刷在那说什么呢 大家好 我是本场比赛的裁判兼主持 现在由我来介绍一下双方出场的阵容 在我右手边的披风赛罗队 还有站在他们对面的就是说了不服气的贝利亚黑暗怪兽队 当然还有他的拉拉队成员 贝老黑你给我争口气啊 贝老大我们永远支持你 以及赛罗的奥特曼忠实观众 赛罗哥哥我们爱你 你好帅啊 赛罗爸爸让贝老黑知道知道 管为什么那样红 好 我宣布 本场比赛的奖品是奥特曼儿童牙刷 现在首先由贝利亚队开始 让我们一起搭光 几美们 现在和我一起 把你的右手举到心前 让我们一起 下去吧 就你这 玻璃都被你们擦碎了 滚下去 小崽子们 你们别嚣张 我今天是有备而来 我们接着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的还不错哟 我们接下来看看 塞罗皮封队的表现 他是否能守卫成功呢 最后统计现场的投票 和屏幕前一小伙伴 共同的票数 最终塞罗皮封队 更受大家的喜爱 我宣布塞罗队守卫成功 让我们恭喜塞尼 有黑幕 有黑幕 我不服 奥特曼牙刷是我的 哇 爸爸给我买的小飞机 我真的太喜欢了 我现在就去找小迪迦玩 他一会看到了 一定会吓一跳的 哎呀 为老大你快看 小塞罗竟敢在那上面随意玩耍 你赶紧把他给打下来吧 黑暗扎机 你少用命令的口气跟我说话 看我现在就用大炮 把小塞罗给打下来 这个小塞罗速度还真是快呀 我的三发炮弹 它居然全都躲开了 好你个贝利亚和黑暗扎机 到底是谁用大炮在乱打人 赶紧老实交代 不然我就让你们 像那个破车一样飞到天上去 小塞罗 就你那小身板 也想打飞我的黑暗战车 看来大炮没打中你 倒是把你给吓傻了 背老黑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到底是谁吓谁 哎呀小塞罗 刚才用大炮打你的 可是黑暗炸机呀 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跟我没关系呀 好你个臭炸机 是我一击 小塞罗怎么会这么强了 趁他现在还没发现 我得赶紧逃回黑暗大本营 背老黑 你也别想逃 不要啊 还要我去